在现在的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听见强奸案的发生 但是在古代却很少听见这种事情的发生 大家好,我是白胖碎碎念 今天我们来说下 为何古代很少有强奸案的发生 真相让你颠覆三观 古代社会对待强奸问题的观念和 处置方式与现代相比存在明显差异 在这个时期对于女性的一夜未归 社会一般默认为可能是遭受了强奸或者通奸 然而奇特的是底层女性遭受强奸往往不受关注 甚至有时被视为正当 比如丫鬟作为底层女性的代表 常被视为老爷的性奴 而一些官员甚至将自家丫鬟嫁给部下 以确保他们的真洁 这种对底层女性的态度反映了社会 阶层和地位对于正义的双重标准 在古代社会中警察捕快打更人等执法 人员也存在滥用职权的现象 类似于印度的情况 强奸案的报案者在古代中国也可能 面临着与警察或官员发生关系的风险 进一步恶化了受害者的境遇 这反映了社会对于权力滥用的漠视态度 不快甚至被戏称为不良人 突显了民众对其不信任的态度 古代社会对于道德水平的理解需要更为客观 而不因过分理想化 存在专门拐卖人口的情况 单身女性很容易被拐卖 进而遭受强奸或被卖到不同行业 这凸显了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不足 以及对于道德底线的宽容 官员通常将无诉讼视为行政成功的标志 导致对于强奸案件的处理存在明显的不公 官员往往更注重维护自身声望 而非追究罪犯责任 对于报案者而言 告状可能会降低官员的行政打分 使得强奸案得不到公正处理 强奸案曝光后 受害女性常常选择隐瞒 以避免名声受损 这表明社会对于女性的道德评判较为苛刻 而底层女性可能只能通过嫁给 残疾或老官夫等方式来化解危机 这种选择的背后反映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 以及弱势群体在法律和社会舆论面前的无力 总体而言 古代社会对待强奸问题的观念和处理方式充满复杂性 存在阶级差异和对权力滥用的纵容 对于当时的社会而言 道德观念和法律制度仍需进一步完善 以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